园警站在第一线为民服务接触民众的机会多 疫情期间也特别辛苦 为了慰绕园警们的辛劳 民众将自己家乡平邻有名的包种茶叶包 在这一天透过新北市医员廖先祥的梅河下 送到戏指警分局 不管是花风下雨还是日晒雨林 都要准时出勤 都要服务人民 因为最近又发生很多重大的刑案 还有包括今年疫情 上半年疫情非常严峻 四五六月的时候每天七八万例 其实警察同仁很辛苦 那我们也是市警小民一点心意 就是说关于社会 那也给我们的警察同仁跟长官 就是一点点味道的心意 警民一家 那我们的玻利斯大人 长期全心全力的守护我们的市民 那我想我们的市民也都感受得到 我们远警的一个用心 那今天我们的民众 为了感谢我们的同仁 在他们家乡平邻 把家乡平邻的民产来分享 感谢他们长期以来的付出 那我想只要我们的地方上 我们警民长期有一个互相信赖 互相有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环境 我们系纸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治安 一定会长期保持一个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警民一家除了平时的治安交通维护工作 前阵子疫情严峻增加工作的负担 这些辛苦民众都看在眼里 而当天几时和了茶叶包 由细指警分局长代表受证 并且颁发感谢状表示感谢 我首先很感谢我们租屋不动产 我们刘伦贵的先生 透过我们廖先祥廖议员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协调 来给我们分局一个慰绕 那我想感谢对我们分局的支持 那分局这边会继续全力以赴 回復我们社会整个系纸地区的一个交通跟治安 那再次感谢我们阿贵先生 谢谢 感谢 平林包种茶很有名 热心的民众送来茶叶包 今年天气特别热 可以忍泡茶小小鼠一点点的心意 感谢新谷的普利时大人 也为他们加油打气 加成惠林 系纸采访报道